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4月4日 星期一 今天最大的消息 一定是Carrie 宣布不連任特首 另外想和長廠說少少老蕭 我翻查了資料 原來蕭先生 五年來 小事講眾很多 但凡大事必登 第一個 2016年 他買希拉里贏 英國公投 他說一定脫不了 2019年 香港震壓 中央會放軟手腳 特朗普連任必勝 我那時候 都想這個混蛋 如果特朗普贏就好 他說特朗普連任必勝 這樣都燈死了 這個就是近期 他2月18日說 俄羅斯不會打烏克蘭 結果六日後開拖 林鄭月娥必定連任 現在宣布不連任 怎樣 小學員 大事 你也不中 人們還說他分析很好 聽他那些都是白癡 我老闆還很喜歡聽他 傻仔才聽他 不要聽這個人 其實是有價值的 你聽他的大事 你買對面 對 說回香港新聞 林鄭月娥今早 跟行政會議 非官首成員見面 林鄭月娥另外 在今早的記者會宣布 她不會參選下一任特首 任期會到6月30日 將會結束42年的公職生涯 她感謝中央 港澳辦 政府團隊 公務員等支持 最重要是感謝家人的信任 每屆特首來任的時候 宣布這些事的時候 都會多謝香港人 她是唯一一個不多謝的 澤連司機帶領各人 抗擊俄軍 舉世景仰 我剛剛說那位 她帶領她的俄軍 追擊香港人 天怒人怨 好了 一個時代的終結了 是否這麼說 五年 香港大家受了五年苦 我想都是李家超 不過 我想李家超怎樣都好過她 這個女人的心腸太大毒了 你明白嗎 另外 林鄭月娥說 她未來依然有四方面的工作 包括要辦好特首選舉 繼續抗疫工作 做好政府換屆交接等等 她透露去年3月的時候 去年3月 是不是真的 2021年3月份 她在兩會期間 已經向北京表達 不連任的意向 唯一考慮是家庭 她說我家人 是我最優先的考慮 她們認為我夠時間回家了 她拒絕評論 李家超會不會參加特首 她就說 至今未收到官員的辭請 為什麽她跟梁振英說的 一個是腳痛 這兩個是 一個是看女 這個要看家庭 總之那些藉口 我忘了曾蔭權怎麼下台 香港回歸25年來 是未有特首做足十年的兩屆任期 去到今時今日 這個魔咒依然是打不破的 林鄭她功績生涯42年 她處理過很多大大小小的政策 她曾經被曾蔭權大讚她 好打得 她2017年以同行為這個口號 參選特首並成功當選 五年來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當中引發反修例風波 她就是始作俑者 她更加堪稱香港是六七暴動以來最嚴重的亂局 我以下會和大家 分享一下林鄭月娥 Carrie特首 她的公職生涯重要事件 現年64歲的林鄭月娥 早在80年代已經加入政府 曾經在多個部門任職 她在擔任助理保安司期間 曾經參與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 回歸之後 林鄭月娥曾經任社會福利署處長 她任內推行一筆過的撥款 引起社福界的爭議 林鄭月娥這個人 因為是我同學的母親還是母親 她當社署的時候 她是見過她的 她說這個女人非常囂張 林鄭月娥在2007年在政府換屆前 本身擔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她當時往時任特首曾任權棄眾 曾任權競逐連任和鄉事派會面的時候 也當面讚她好打得 2007年換屆政府的時候 2007年林鄭月娥跳出公務員團隊 出任發展局局長 處理重置皇后碼頭的事件 當年她和示威者皇后碼頭 直接對話被稱讚有膽識 鞏固好打得斯明 皇后碼頭最終照樣拆射 而從事問題到今時今日依然未解決 2012年梁振英上台 林鄭升任政務司司長 其中一個硬任務 是推銷特首的普選方案 成為政改三人組的大佬之首 即首領 2015年6月18日 在立法會以8票支持 20票反對被否決 因為建制派協調失誤 那時候 予逆而歸 林鄭月娥在建制派拉隊離場時候面路不悅 亦成為經典之一 那時候政界最初普遍相信 林鄭不打算留任到2017年的換屆後政府 她更加曾經爆出 官道無求膽自大這個金句 不過在2016年12月 時任特首梁振英 宣佈不爭取連任 林鄭就隨即改口說 不得不重新考慮 最終亦獲得祝福 參與第五屆特首選舉 林鄭在選舉論壇就說 如果香港人的主流意見認為她沒有辦法繼續擔任特首 她是會辭職的 最終林鄭月娥在民望 遠遠低於對手曾俊華之下 說起老少 我老闆也有說 老少吹林鄭 恐嚇選委 她以777張777選委票當選 成為香港回歸以來首名女特首 她當選日曾經表示 我首要的工作是修補撕裂 以及解開屈結 你老母這個八婆 我也不知道她說過這句話 吳家慘 搞到現在香港最大的撕裂就是這個女人 在上任初期 她好像做得不錯 她是大手注資教育 醫療這些範疇 是我們最想的 教育和醫療 基層和中產最想的 曾經她和民主派關係不錯 更加在民主黨元老李華明的推動下 在2018年出席民主黨籌款萬宴 即席捐出3萬人 那時政界熱議 林鄭任內推動高鐵西九站一地兩檢的安排 成功過關 又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 公共運輸費用補貼等等 她上任第一年是民月期 民望一直維持較高的水平 是過50分 好景不常 第二年 她的施政陸續引起爭議 其中18年9月颱風山竹 引起全香港市面大混亂 我記得那時十步風球看風 很刺激 政府欠缺善後方案 林鄭更說 林鄭更說 批評者是穩特首出氣 引發不滿 她應該是那時開始心理變態 這個女人不讓人說得 她考第二也要哭 在18年施政報告 林鄭月娥提出涉及1,700公頃土地的明日大嶼計劃 引起潛在的環境和造價爭議 19年初政府計劃將長者中援的年齡門檻 從60年提升到65歲 林鄭甚至一度表示措施是為各位立法會議員批的 嘩 那時激到泛民和建制都想屌的 這件事的同年 2019年 最具爭議的 不是爭議的 被人罵得最多的事情開始 2019年2月 林鄭月娥以台灣殺人案陳同佳案為理由 推動這個逃犯修訂條例 其中涉及引渡去到中國內地的條文 引起爭議 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就嚴厲批評林鄭月娥 理大級香港的破壞超過董建華梁振英 6月9日大遊行之後 政府堅持法案會在6.12如期通過 如期易讀 引發香港回歸以來 甚至是6.7暴動以來 香港最嚴重的政治風暴 6月12日 示威者和警方發生嚴重的激烈衝突 林鄭月娥在3日後宣布暫緩修例 7月1日示威者衝擊和破壞立法會大樓 修例風波也令香港政府陷入回歸以來最嚴峻的管治危機 2019年8月 林鄭月娥被指和商界閉門會議的時候說 她透露自己如果有選擇會辭職的 在9月她終於宣布撤回修例 但社會嚴重撕裂 警方和示威者的衝突一直是持續的 去到2020年5月 北京出手制定這個港區國安法 直接在香港頒布實施 去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國 兩國的舉動一舉掃平香港的政治爭拗 去到今時今日 但殺人犯的疑兇陳同佳 依然未去到台灣自首 修例風波和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令香港成為國際的焦點 美國在2019年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林鄭月娥在同年成為制裁的對象 她沒有辦法使用很多間的銀行和信用卡服務等等 她簡直是承認的 她說我現在出糧是要用現金的 不過林鄭月娥回應就說 美國的制裁對本人來說 我一笑致之 嗤之以鼻 隨著國安法的生效 香港的政治氣氛也是大變的 林鄭月娥在2020年11月底曾經向傳媒表示 我已經從實信心 從前的我回來了 我已經從實信心 從前的我回來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口裡多了幾隻東西 所以我要慢慢適應 因為由沒有到變回有 要一些時間適應 所以還有少少不知怎樣感 到了2021年民主派的核心人物相繼被捕入獄 多過民主派的團體 像民陣教協支聯會一樣 都一一解散了 2021年經過修例後的立法會選舉 由於傳統的民主派和選民的冷眼看待 投票率是破紀錄新低 是30.2% 去到2020年初 COVID在香港爆發 林鄭推出多項防疫措施 包括限聚令、表列處所、關閉等等 本港曾經錄得長時間的零確診成績 但是 第五波疫情 Omicron爆發到今天 累計的死亡人數超過8000 本地出現醫院迫爆 患者家長長期得不到支援 屍體都要在醫院放亂象 政府的抗疫政策也兩頭不到案 長時間的表列處所嚴厲 長時間關閉表列處所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 導致病毒未清零 加上經濟民生先清零 民怨一路十級而上 根據民意調查林鄭月娥 是歷任特首之中最低的 她的民望 政界普遍都相信 第五波疫情期後連任機會已經相當低 林鄭月娥日前在記者會就說 目前應該是集中應對疫情 她不應該分心去調查第五波疫情 如果下屆政府有調查的需要 她願意回來提供意見 外界認為她已經暗示不會參選 最終 林鄭月娥今天宣布放棄連任 任期到6月30日 暗然結束42年的公職生涯 我們悼念Carrie 我一個暗然燒雲獎打她 說完了Carrie 也說完了燈神 先說其他事 今天新增3138宗確診 多90人死 過多月以來首次單日死亡 少過100 但袁國勇說 第六波疫情的情勢 必定會在未來6至9個月出現 她呼籲院友員工 院射院友和員工都要打疫苗 要完全接種3至4期疫苗 又打多疫苗 不是吧 神經病 講開打針 我要先講這件事 我們香港 有人死亡都不肯打針 包括我 但德國有個男人 涉嫌接種了至少87劑 新冠疫苗 他打來做甚麼 出售偽造疫苗通行證 現在警方正在查 根據德國傳媒的報導 涉事的男人大約60歲 來自東部城市 曾穿梭該市所屬的薩克森州 以及鄰近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 多間疫苗接種中心 為甚麼都是叫薩克森 我以為我讀錯字 不是吧 接種不同藥廠生產的新冠疫苗 報導說 相信他自從去年夏天以來 已經不分早夜去接種中心打針 最多一天打三針 但是在薩克森州已經注射了87針 嘩 另一個州 又不知打了多少 實際的 注射數目不長 暫時未知這些疫苗對他有甚麼身體影響 嘩 嘩 這麼厲害 嘩 他最後是為甚麼很差 他有疫苗接種中心的人員認出這個人 懷疑他非法兜售這個疫苗護照 其後他被發現在艾倫堡一間接種中心 為甚麼好像還說話不太順 我已經有了 在艾倫堡一間接種中心 連續兩天輪候打針的時候 警方從他的身上找到多張的 空白疫苗接種卡 以及沒有授權下發出的疫苗接種卡 以及偽造文書 以上的罪名就拘捕了他 據報這個男人在登記打針的時候 用自己的名字和出生日期登記 但是沒有出示這個醫療保健卡 報道說他每次進入接種中心的時候 都會攜同新的空白疫苗接種卡 打完針之後他會抽出印有疫苗批示的號碼一頁 將其轉售給不想打針的買家 這個男人厲害 87針 我除了一半 40 我打了120針 還未死 厲害 為了錢 講講同行 人稱姜牧斯 姜家偉今年1月去屯門警察局保的時候 被說他大罵警署的報案室 並用頭撞傷一個男警 自從環壓起已經十個星期了 案件因為疫情屢次押後 他今天送去屯門法院應訊 他承認一項襲警罪 案情透露他在事件中 他亦出現鼻骨骨折 即是姜家偉 主任裁判官蘇文龍判他監禁兩個月 他還了十個星期 應該立即放 案情就是當日8點多 他因另一條案 去屯門警署報道 他當時拿著一瓶燒酒 身上有酒味 由於原定的時間是11點 警方要求他去到報案室等候 剛剛說了 他是8點多去到的 等不久 姜先生便脫鞋 和躺在椅子上 有警員便拍醒姜先生 姜先生便開始用手機 進行Facebook 錄影直播 又搞玻璃板 又阻礙警員接電話 根據屢次警告 不過高級女警員 這個57154 蔡美思就以宰塞辦公 拘捕他 到10點40分 姜便被人去搜身室調查 當警員59029羅仲明 用金屬探測器 探測他有沒有金屬 姜便用前額兩度撞向羅 之後被人壓低 拘捕他襲警 經驗傷後 證實羅上唇和前額有刷傷和觸痛 右膝也有觸痛 姜便證實有鼻骨骨折 辯方的解釋 姜牧師因為前一晚照顧寵物 出現敏感的情況 以至他睡不到 避免睡過龍 他給了原定時間 早點去到警署報道 由於吃了抗敏感藥 他感到有睡意 所以在報案室的椅子睡覺 手上的燒酒是打算回家才喝的 以坐入睡 案發的時候還未開封 保重 小朋友 我大了 差不多年紀了 最後想說的是契哥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在今屆格林美獎頒獎禮支持 他呼籲觀眾盡自己所能支持的能力 去支持正是被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 他在預先錄好的影像就發現了 他為烏克蘭為題的一節表演所引指 他以英語指出 與音樂相反的事 被毀壞城市和被殺者的沉默 我們有個夢想 像你的音樂一樣自由 他更呼籲大眾 用你的音樂填補沉默 就在今天填補 請講我們的故事 以任何你可以的方式支持我們 任何 但不是沉默 上週影壇奧斯卡頒獎禮期間 亦有為烏克蘭默一分鐘 兩屆金帳影帝新潘 亦呼籲被扎蓮斯基頒獎禮台發言 好 遠榮耀 歸烏克蘭 多謝你們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今天什麼新聞都有 用不用 但是我 聲音還未很好 因為我口腔多了些東西 放心 多給幾天 可以了 再見